在一个吃饭的场合 我跟崔永元 因为是这样的 立光老师 人一天都要吃三顿饭 光看跟谁吃 我一般晚饭的话 都跟朋友吃 就是这天晚饭 是跟崔永元老师 在一起吃饭 讨论了一个问题 就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存在 大师 大师 我觉得大师还是存在的 大师跟优秀艺术家的 最大的区别是 优秀的艺术家 是非常聪明的 大师 是非常笨的 因为 左右打量身边的朋友 没有一个是不决定聪明的 甭说 没沾毛 沾上毛 个个都比猴子精 没有问题 但是最后他们都死到哪去了呢 不管是 他们做事业也好 做电影也好 做企业也好 做剧也好 做小说也好 做主持人也好 很少有人 看过聪明这条河流 踏上了 渔公的那个山 上面是一个鱼 或者是一笨 当时 崔老师问 难道 这世界上就没有人 踏上这个 愚蠢的山顶了 我说 中国中国道具就两人 他说 谁 我说一个是孔子 一个是崔永元 崔永元老师 跟我说 我来时 有点忧郁症 我的忧郁症 从今天开始全好了 接着崔老师又说 老师拍着我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 小刘啊 在愚蠢的道路上 好好努力吧 小刚写这个 我把青春献给你 第二版的时候 我曾经给小刚 又写了一个再版千言 在这里边呢 我说 小刚呢 距离大师呢 就差一层窗户纸 这层窗户纸呢 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 做任何事情 都往愚蠢的山上走 而不往聪明的山上走 我觉得这个是 我跟冯老 包括崔老 包括王老 两位王老 三位王老 张老 共勉 小刚你千万别姓他忽悠 不是就差一层窗户纸 窗户纸也有不锈钢做的 对 宠不破啊 露词 露